共事出山 62岁郎平 签口宣布最新决定 张长宁激动 球迷叛斗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发了各位球迷朋友 能给小明的视频 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 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在之前中国女排 结束完女排亚洲杯之后呢 虽然说在决赛中 我们输给了日本 但是呢 中国女排平约年只有20岁 整体来看 表现非常不错 尤其是在半决赛中 我们击败泰国队 也让很多球迷啊 非常高兴 在随后 中国女排将会迎来 女排试景赛的比赛 这次比赛也是非常重要 作为蔡明来说 他在挂帅之后呢 也是遭到球迷的质疑 在失联赛中 接连输给泰国和日本 让很多球迷 对于蔡明的一个 直较前景比较担忧 很多球迷直呼老帅 朗平能够进会的出山 再次的执救中国女排 因为朗平确实能力非常强 也是曾经带领中国女排 温宁领过欧运冠军 可以说朗平确实是一个功勋教徒吧 随着朗平在之前 现任中国女排之后呢 他也是一直没有闲着 最近也是接连出席活动 就在之前呢 作为朗平来说 他也是正式的 亲口宣布自己的重大决定 是什么呢 作为朗平来说 他也是在之前宣布 将会正式的 入入一个直播平台 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 与更多的粉丝 包括朋友进行交流 可以看出呢 作为朗平来说 本次呢 正式出山之后呢 也是希望能够 介入这个直播平台 让更多的朋友呢 过去认识排球 喜爱排球 参与到排球当中 也是为了推动 排球世界的发展 也是希望能够 介入自己的影响力 感染更多的人 作为希腊朗平的 爱徒赵上宁 也是非常激动吧 因为目前来看 中国女排 确实到了一个 心露交界的情况 作为菜编来说 他虽然说也是 基因的调整 但是呢 目前来看 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我们是期待 随着朗平等一 老一辈的功宣教练 能够真正的 利用自己一些影响力 来推动排球世界的发展 让我们一起为朗平加油 为中国女排加油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 小明聊球 下期的聊